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一年 高过人的一年 他的心里有蓝图 他的心里有蓝图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又来到了基督徒的成长路 这个单元 旷野四十二站 我们一直是试着从旧约圣经 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历程 四十二站 我们来看基督徒怎样 从第一个十四站到第二个十四站 到第三个十四站 我们终于经过了好几次的学习 我们现在终于来到了倒数第二站 就是四十一站 就是摩亚平原 约旦河边 耶利哥对面 那我们说过 这个有一卷书就是生命记 就是那个时候 里面所记载的 其实就是那个时候 神借着摩西对年轻的一代说话 刚开始呢 回忆 特别是 特别回头来看 当时是怎么来的 那么然后呢 到了第四章开始到二十六章 神就把当初对第一代老人 第一代的人所说的话 对他们再说一遍 所以大家会觉得很重复 但圣经里面有一本书是很重复的 就是生命记 你读民数记 读书记记 神已经把律法降下来 现在呢 神对他们再说一遍 那原来这个背后隐藏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说基督徒今天要成熟 今天基督徒今天要长大 有一个很重要的秘诀 就是我们要让圣灵 把神在圣经里面已经说过的话 对我们再说一遍 所以首先我们一定要 丰丰富富的把神的话藏在我们心里 什么方法都可以用 但要紧就是说 这个不是最后的目的 我们就算是经过了专业的训练 就算我们从一个学校里出来 我们说对圣经很熟很熟了 但这个不是目的 这个只是 这个什么 这是神说的第一遍的话 但圣灵今天要把这些话 对我们再说一遍 才带着能力 才带着生命 所以呢 我们知道 这是对我们来讲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但是今天呢 我想我们要再往前推一步 你从第四章到第十六章 二十六章 你会发现一面固然是神重复说这些话 但事实上呢 我们知道就这启示来说 神还是有一些的话呢 是别的地方找不到的 的的确有 所以我们稍微来看一下 我想我们没有时间 我想我只能够很快的去记两点 一点呢 就是生命纪第十二章 那么我大概的和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以色列人呢 他们在旷野 在旷野里面 然后还没有到迦南地以前 现在神就借着摩西告诉这些要到迦南地的人 就告诉他们说 你们到了迦南美地以后 你们千万不要学周围的人 因为周围都是拜偶像的 他们个人在清脆树下 然后呢 他们就把他们的偶像就献上了 他说你们不可以像他们一样 那么那样来侍奉你们的神 意思就是说不错 他们的偶像是错的 但是呢 他们拜偶像的方法也是错的 就是说 所以你们千万不要说 神 你现在拜神是对的 但是好像还是用他们方法不可以的 那么他们方法什么方法呢 就是他们如果要献祭的话 这些他们要给偶像献祭的话 他们都最方便的地方 比方到 如果他们住在玻璃恒 就到玻璃恒比较高的地方 他们就献祭了 如果你住在撒马利亚城 那么也到撒马利亚城 高的地方你就献祭 但是神告诉他们说 如果你们进到迦南地 你们不可以这样做 那么你们要怎么做 你们不可以那样的侍奉 耶华你们的神 原来呢 神告诉他们说 神借助摩西告诉他们 他在 神说 但耶华你们的神 从你们各支派中 选择何处为利他民的居所 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 所以神和他们约好了 在十二个支派里面 神要选一个支派 那么在那个支派里面 有一块地 那么就在那里呢 那么神要把他的居所建立起来 把他的名片 把他名字放在里面 那么如果你们要献祭 如果你们要聚集 你要到那里去 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们不能像 普通一般的 这个拜偶像的人 他们的确很多的方便 我们这宗教 就是让人给人方便 宗教讲功利主义 所以呢 现在如果一个人肯奉献 那再好不过了 那最近的地方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知道说 我们晓得说 亚伯拉罕献以撒 他不能到厨房里 就把以撒献上不能的 他还得走三天的路程 所以有人就说 他已经有心愿 要服侍你不是很好吗 你应该给他方便才对 但是不 我们知道说基督不光是奉献 还要走一条奉献的路 对亚伯拉罕来讲 把以撒献上 这是奉献 如果他在厨房里面 把以撒就献上了 这个只有奉献 没有奉献的路 但是我们知道说 亚伯拉罕 他走了三天的路程 然后到了耶路撒冷 到了摩利亚山 把亚伯拉罕 把以撒献上 所以我们要叫 这是神对于以色列的旨意 所以我们知道说 对于外邦人 对于偶像来说 他们只有奉献 他们不讲奉献的路 他们没有所谓 十字架的道路 没有的 所以我们知道说 因为这个缘故 神告诉他们说 那么你们呢 一定要在神所选择的 那个地方 然后每年三次来朝捡他 不可以空手 要带着你的土产来捡他 所以这个就是 神从十二章开始 给他们的命令 当然还有很多 这类似的命令 都统统的散布在 这几章里面 但是总的来说 就是告诉以色列人说 这件事他们从前 没有做过的 意思就是说 你们来到了个新的环境 你们千万不要随从封锁 当然你们不像他们一样 拜神 拜假神 你们拜真神 但是你们的目标对 你们的方法也必须对 所以现在偶像是错的对象 但是呢 他们随时随地 在任何地方方便 就在高处 就献祭 你们不可以这样做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乃是神 给以色列人命令 那这个命令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告诉以色列人说 将来如果以色列人 他们要盖圣殿的话 那只有什么 只有在神所选择的地方 所以经过四百年以后 他们摸索 最后呢 神让大卫知道 原来呢 所在的地方 在哪里呢 原来就在摩利亚山上 就是当初 亚伯拉县 以撒的地方 所以我们知道 这件事情 神 以色列人还没有出埃及 还没有进迦南 神已经跟他们约好了 所以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要盖圣殿吗 不是所有的地方 都是可以做基地的 只有一块的基地 那就是摩利亚山 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 圣殿 圣殿山 那问题就在这里了 我们说过 就是因为神有这条命令 所以大家看见 将来以色列人 如果根据圣经 弥赛亚回来以前 他们要重建圣殿 要建第三个圣殿 他们不能任何地方都可以 所以他们只有一个地方 就是摩利亚山 所以我们说 冤家路窄 我们知道说 今天在摩利亚山上 有两个清真室 但是神说要建圣殿 只能在那里 那现在怎么办 所以这个就需要有神的指挥 所以我们知道 今天中东的局势这么紧张 不是土地的问题 实在说 是不是巴斯坦国 能不能独立的问题 不是这个问题 现在的问题就是 他们要在巴里斯坦 要在耶路撒冷定都 就是古耶路撒冷 那么而且呢 要把圣殿山拿回来 要做他们的产业 那这个就变成很复杂的情形 所以我们知道 就是今天中东局势这么紧张 今天这个世界局势这么紧张 我们要知道和神这个命令有关系 那这个命令 的确实从前没有提到的 为什么呢 从前那些人要倒闭在旷野 现在呢 这些年轻的一代 要到这个旷野去 那要怎么做 要到这个迦南地 要怎么做 所以呢 我们知道说 在这里 神不光介入摩西 把从前在旷野里面 那些的律力 那些律法 那些神的话 神的律法 再告诉他们一遍 而且现在也告诉他们 如果你们进到迦南 你们这一代要怎么做 你们要怎么生活 所以这个是一个命令 所以我想这个和后来建圣殿 还有关系 那么那不光如此 我们知道神为什么这样做 因为神就要让以色列人知道 神所给他们 那是流奶于蜜之地 那你怎么知道 流奶于蜜之地非常丰富呢 是每个人都带着土产 那么现在大家来 每年三次朝圣都不空手 他们都带着土产来的时候 那么你知道说 整个这个迦南的土产 都在他们的手里 他们来到神面前 就让全世界知道 这个迦南到底有多少的丰富 所以我们知道 这是神所做的一面的工作 那么还有一件事 非常有意思 那就是第十五章 大家读 《生命》第十五章 那你告诉我们说 这个每逢七年的最后一年 圣经说 对以色列人说 你们要施行豁免 豁免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借你 你的邻居 你的弟兄向你借款 或者借什么东西 那么到了第七年 你要完全赦免他 你要去完全还给他 那这个叫做豁免年 那么这件事情呢 我们说过 在旷野的时候 就是第一代的时候 神也说到每七年 每七年有一年要做什么 但是没有讲到豁免年 因为那个时候呢 还没有讲到到迦南 那在迦南就不同 迦南乃是流奶于蜜之地 所以现在呢 你会发现说 虽然每七年 有一年很特别 在如果大家读民述纪 你知道或者利维纪 你知道那里会提到的 也讲到每七年有一年 但是圣经那个时候 没有提到豁免年 那这什么意思呢 让我很快的解释一下 那么原来呢 大家如果读民述纪 或者读利维纪 读的摩西五纪 前面四前面三卷的时候 那么大家都知道说 神对以色列有个旨意 他不光要他们 每七天呢 有一天守安息日 神要他们 每七年有一年 守安息年 那么安息年是怎么守的 安息年是叫土地呀 不要耕耘他 让他荒芜 让自己 然后呢 神应许他们 那第六第七年 第八年第九年 都有的吃的 不会缺少的 你相不相信 那神为什么给他们 这样的个律例呢 有原因的 就是说 神要试验他们 那如果七天 有一天安息 我想他们可能 还办得到 有七天 有一天呢 比方说 什么工都不做 那么这个 我想还办得到 那么虽然如此 我们的犹太人呢 尤其年轻人 那么到了礼拜五下山了 太阳下山 要守安息 你不可以看电视了 因为你一按钮 就算看 就算 就算做工了 那么所以他们 在下山以前 就把电视打开了 那么就不算做工了 不过很可惜 就只能看一个channel 只能看一个 看一台的 只能看一个频道的东西 所以呢 我们知道 这是律法 那么这个普通的安息日 普通以色列人的 还可以守 安息年就不容易了 就是你真的相信 神所给你那块地 是留乃于密之地吗 那理论你知道 你知道这是 大家都知道 但是问题 你真的相信说 你什么都不做 然后这块地 会给你带来土产吗 第七年 第八年 第九年 还是封年 还有的吃的 你能不能相信 所以我们知道 这是对以色列人 很大的考验 但是呢 不要忘记 这是第七年之内 要让地安息一年 那么等到 到了生命纪 面对着 这一代的年轻人 他们年轻人 他们要进到 加南美地 那现在神 重新提安息年的事 每七年 有一次安息年 但安息年 那一年要做什么呢 安息年 那一年 消极的来说 什么都不要做 就是你不要耕耘 什么 你相不相信 你相不相信 你什么都不做 神能够供养你 这就是福音的原则 所以安 所以我们知道 安息的原则 就是福音的原则 神是做工六天 第七天安息的 人是第六天造的 所以第七天呢 人什么工也不做 就进入神的安息 这是 这是什么呢 这是福音 但是现在 神对年轻的一代 在生命纪 他不光讲安息年 也告诉我们说 就是安息年 因为第七年 末了一年 就是安息年 就是安息年 那一年 你要实行豁免 消极的 什么工都不做 积极的呢 什么人 大家如果欠你 你的弟兄 就是希伯来人 如果欠你什么的话 那一年 你通通要赦免 通通要还给他们 那 所以现在问题就是 你相不相信啊 这个这个第七年 你什么都不做 你不光是全家大小 还可以有的吃的 而且呢 现在也可以很大方 你大方到一个地步 人家欠你 通通要还给他 那普通农夫 可能很紧张了 那么如果第七年 我真的不做工 那么我全家大小 吃什么呢 那万一 全家大小 没有的吃 但如果我现在手里 我很多人欠我很多钱 我把它收回来 我还是可以生活 但是又是同一个时候呢 又要把什么 又要赦免他们 又要豁免他们 又要饶恕他们 那这个太难了 这个对他们来说 实在是太难了 所以大家知道 这个命令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这个命令 就把我们带到新约 因为真正的迦南地 乃是基督测扑着的丰富 乃是指着基督 在我们里面生命说的 所以我们知道 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 是丰富的生命 那这个生命地 这个生命的特点在哪里呢 所以我们就从这个故事里面 就从刚才所说的故事里面 可以学到很有趣的故事 很有意思的教训 那个教训是什么呢 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相信说 当时的犹太人 以色列人 他们大概可以守安息年 安息日 但是他们不会守安息年 我们怎么知道呢 原因很简单 就是说神是每七年 要他们守一次安息年 但是到时候 他们总是想到 你看全家大小都挂在身上 万一我这一年 真的什么都不耕耘 你说这个地会长东西吗 这个太太悬了好像 所以我们知道 大概根据历史来看 以色列人没有守安息年 我们怎么知道呢 因为当我们读到历代之下 最后一章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 为什么以色列人要被裸七十年 裸到巴比伦 以色列人被裸到巴比伦呢 意思就是说 他们就离开他们自己的迦南地了 那么因为没有人在上面践踏呢 所以这个迦南地就安息了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这个地就享受安息年 享受多少年呢 想受七十年 所以大家现在看得很清楚了 你记得吗 以色列人被裸以后 你记不记得 但一里看见七十乘七的印象 对不对 如果但一里往前面看的话 有七十个七年 这个我们知道的 但是现在问题 但一里如果往回头看 到底有多少年呢 那么问题在这里 圣经明明告诉我们 为什么要被裸七十年呢 就告诉我们说 以色列人他们好久时间 没有守七十年了 没有守安息年了 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 每七年神要一年安息年 那么现在如果这个神说 现在好了 你既然不肯分期付款 我就让你一次付清 所以呢 你的地好久没有守安息年 所以现在我要多少 要七十年安息年 所以如果神要七十年安息年 就证明说 每七年有一次安息年 所以以色列人有多少年 没有守安息日呢 没有守安息年了呢 七十个七年 对不对 因为七年有一年安息 所以如果神说 你要一次复兴是七十年的话 那可见什么 可见是七十成七年 他们已经没有守安息日 所以可见你看见吗 他们不放心 他们觉得如果什么都不做 这个不放心 我什么都不做 我就有基督忍耐 有基督温柔 有基督谦卑 这个可能吗 办得到吗 而且不光如此 还是豁免年 如果豁免年的话 那是告诉我们什么 豁免年的意思就是说 不光是安息年 不光是安息年 而且呢 不光有的吃 你相信神能供应你 你什么供都不做 安息年的意思 你什么供都不做 结果你有的吃的 你的儿女有的吃的 而且呢 第七年有的吃 第八年第九年 都有的吃的 那这个 这个很稀奇啊 这个你信得来吗 你理论上 你相信你脚所采的是 加南美的 但事实上 你的家里大小 在那嗷嗷待哺 那么现在 你能说你不去撒种吗 所以很自然的 你看见吗 以色列人 有七十个七年 没有守安息年 所以可见 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被落到 被落到巴比伦 因为他们总是要做 我们基督也这样 我们从前没有得救 以前是犯罪的重担 现在得救以后呢 是圣洁的重担 所以呢 我们背得很辛苦 我们以为总要做一点嘛 你不做 怎么可能 所以有的很多姊妹 在那忍耐 先生一句话 他忍耐 第二句话又忍耐 结果就忍出 胃溃扬来 那原因在什么地方 因为神说 你要这样做 所以他就做了 那么 所以应该你自己 在那里做 咬牙关 结果就咬住 结果就有胃溃扬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这样基督 就很辛苦 很辛苦 所以现在问题就是 你肯不肯 你肯不肯 让帝安心 肯不肯 让帝 受安心 那这个不容易 这个是个很大 很大的考验 那我还记得 我一次在巴西的时候 巴西 我常常被邀请出去 去帮助弟兄姊妹 所以到了有一个地方 那么那个城里的弟兄姊妹 说下一次 能不能把你的姊妹 带 就是把我的内人带来 他说这样 我们可以看看他 我们可以和他有认识 而且呢 他可以好好的度一个礼拜 什么也不要烧饭 所以后来呢 我就回去 跟我内人讲 我说他们希望 下一次你能和我一起去 那么如果去一个礼拜 你一个礼拜 你不要烧饭 你就好好休息了 那你知道我内人怎么回答呢 他说每次你出门的时候 就是我休息的时候 所以可见呢 事实上 我给他很多的搅扰 是不是 你看以色列人呢 他们七十个七年呢 他们呢 不守安息年 叫这个地 没有得到安息 换一句话 他们不相信 那个地是 留乃与秘制 他们认为说 你一定要做些什么 你如果不做一些什么 怎么可能呢 那么更重要 到了生命纪 你看个要求更大了 居然那一年是豁免年 稀奇不稀奇 本来呢 我如果去收账 别人欠我的债 我去收那个债 我起码还可以 第七年 第八年 第九年 还要维持嘛 现在神好像连这个都给我拿走 连这个最后的依靠都给我拿走了 那弟兄姊妹 现在问题就是 你相不相信神的话 你相不相信神能做这样的话 能做这件事 所以不要忘记啊 很有意思 圣经告诉我们 告诉你 如果再读下去 那么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 每七年到了安息年 豁免年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 他们要把神的律法书再读一遍 换一句话说 把神的话再读一遍 神的话告诉我们迦南美地 就是流奶于蜜之地 你真的不真的相信 你真的相信说 你第七年 你什么事都不做 然后神能供应你吗 你真的相信说 你也不忍耐 也不温柔 也不谦卑 然后神的谦卑和温柔和忍耐 就自然从你身上彰显出来吗 那弟兄姊妹 安息你什么意思 你应当卸下你自己的功 不要用你自己的力量去忍耐 让忍耐的生命 让温柔的生命 让谦卑的生命 从我们里面活出来 因为现在活着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所以这样你发现得胜有余 我说过有的姊妹说 我昨天差一点发脾气的 好像她的得胜是显胜 但是基督得胜是什么呢 乃是得胜有余 所以我们知道说 不光是安息年 而且是豁免 安息年已经吃不消了 安息年已经超过我们的范围了 但是豁免年呢 更是不行 更是难了 但是不要忘记 这件事情不是在旷野做的 这些事情是在哪里 是在迦南美帝做的 迦南美帝乃是流奶于蜜之地 乃是代表奶动物的精华 加上植物的精华 生命的精华 乃是基督差不多的丰富 你如果知道基督的生命有多丰富 那现在你就不觉得稀奇了 所以现在很清楚 以色列人是七十个七年 没有赦免了 没有饶恕了 他们应该要饶恕的 七十个七 应该应该要饶恕的 但他们没有饶恕 所以我们知道 但一地往前看是七十个乘七年 往后看也是个七十个乘七年 怎么知道 那就是圣经里面 特别是什么 特别是在历代之下 最后一章告诉我们的 所以现在我们就来到一点 很有趣的一件事 弟兄姊妹 你现在有没有想到 这为什么主耶稣 那个时候彼得来告诉主耶稣 他说人如果赦免七次 饶恕人七次可以不可以 因为我们知道 犹太人是一天饶恕人三次 早晨一次 中午一次 晚上一次 那现在彼得说我们七次应该很好了 他说我的弟兄得罪 他的弟兄是谁 他的弟兄当然是安德烈了 那其实我想安德烈很安静的 多半我想彼得 这个多话的彼得 一定得罪安德烈 不是安德烈得罪他 但是他去打小报告 他告诉主耶稣说 你看我的弟兄得罪我 我饶恕他七次好不好 那让我们记得 七次比犹太人进步太多了 但主耶稣说不是七次 是七十个七次 饶恕人是七十个七次 那就是四百九十次 平均两分钟要饶恕人一次 换一句话说 每两分钟 安德烈要给他打一针 他就要饶恕他 那弟兄姊妹 这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告诉彼得 彼得会饶恕人 但是彼得不会忘记 彼得有一本账簿 他知道这是第一次 知道这是第二次 知道这是第七次 饶恕他的弟兄安德烈 但是呢 主耶稣告诉他说 你要是七十个七次 你不光是赦免 饶恕 而且要忘记 那这个乃是神对于彼得所说的 所以现在我们知道 为什么七十个七呢 如果大家记得安息年的故事 如果大家记得豁免年的故事 我们知道说 以色列人他们只有进了迦南 他们才能办得到 而且他们到了豁免年的时候 他们一定要读圣经 换句话说 神就把他的标准告诉他们 神绝对不降低他们的标准 所以让我们知道 今天我们在摩亚平原 所学的功课 就是告诉我们说 基督的生命乃是丰富的生命 基督的生命 能叫我们 不光叫我们饶恕 而且能叫我们忘记 所以这个生命 是个受伤的生命 但这个生命呢 也是珍珠的生命 我们都知道说 珍珠怎么形成的 原来一种的水族 那么他碰到沙利了 他应该把沙利推出去 结果他反而用他的生命力 来包容他 然后一层 又一层 又一层 也许七十个乘七次 他饶恕七十成七次 那么最后我们知道说 那个珍珠就诞生了 所以我们知道 珍珠的生命呢 那是受伤的生命 是从死里复活的生命 虽然被刺激 但是呢 他怎么样 他能饶恕 再饶恕 饶恕 再饶 不光饶恕 而且能够忘记 这个乃是 弟兄姊妹 乃是成熟的生命 特别是快到了 这个迦南的时候 你看这种生命 应该要活出来的 所以现在我们看见 基督徒是这样的一种生命 带着我们往前走的 所以让我们记得 这就是为什么 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 你看见每一个珍珠 都是个门 门是什么意思 你从这个门进去 你就可以一直达到神的宝座 换一句话说 是经过这个门才到神的宝座 所以今天我们怎么世界上人怎么来到神的面前 你说我们要传福音 这个不错 但是更重要的 你是不是一个门 如果你是珍珠 你就有门 你知道有句俗语说 门都没有 那人家找不到门呢 这个世界上找不到门 为什么呢 他们找到很多传福音的人 但他们找不到像珍珠一样的人 那珍珠一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珍珠一样的人就是 他受伤了 他不是把杀推出去 他包容他 再包容他 再包容他 赦免一次两次 不光七次 而且是七十个七次 不光是饶恕 而且忘记 忘记到一个地步 好像我们得到老年痴态 好像记不起来了 今天我们的情形不是 今天呢 如果一个弟兄对我们好十次 我们忘记了 他只要对我们不对一次 不好一次 我们就记得 但是我们要记得 当我们饶恕的时候 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 这个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他不止这个年 不光是安息年 而且是豁免年 我们最需要的时候 最需要收债的时候 结果是赦免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见 这个就是基督的生命 是超越的生命 像老鹰一样的生命 那感谢主 这个就当一个基督成熟的时候 要成熟的时候 那个一个实实在在的表现 好 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一步再继续 谢谢大家 一步一步